华春莹连续五天怒批美贸易官员言论直美起在中国转得盆满钵满。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19日称,当前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贸易问题上陷入了联合博弈,美国需要和其他国家共同合作应对。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20日批评其颠倒黑白和已在安抚美国内反对贸易战民众的荒谬言论并列举了一系列数字予以反驳,这已经是华春莹连续第五天在外交部记者会上高调批评美国挑起对外贸易争端。 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称,当前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贸易问题上陷入了联合博弈,美国需要和其他国家共同合作应对。 华春莹称,得益于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庞大的消费市场,很多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 中国是苹果公司和通用汽车的最大消费市场,而2017年通用集团在全球亏损109.8亿元人民币的情况下,从他在中国的两家合资企业拿走了。 133亿元的利润,美国晶片大厂高通在中国销售占其总营收的58%。 华春莹并指出一部iPhone7手机售价最低为649美元,但属于中国的加工成本仅占不到1%。 中国对美出口一套450美元的吸浮中美获得的利润分别为5%和84%。 他反问,不知道纳瓦罗先生对这几个数字有什么解释?难道也想拿他们作为美方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吃亏中国再投美国零和博弈的例子吗? 华春莹说,对于美方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美方官员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世界各国是怎么看的,大家心中有面镜子都很清楚。 根据中国商务部在2017年5月发布的中美经贸关系研究报告称,一部iPhone7最低售价649美元,总成本大约为237.45美元,其中归于中国的加工成本近约5.96美元。